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港开唱演唱会 我是金军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请到议员来到现场 同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质感 所以我们特别请到质感非常好的议员 首先我们先邀请议员和大家来一个小小的互动 等一下议员会说我爱 底下所有的朋友喊高雄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小小的暖声咯 不好意思 艺人 我们这一次的主轴是质感 我们可以时尚可以酷很潮 可是一定要有质感哦 像你常常都批评人家没有质感 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能low 刚刚是丑一 我说真的我觉得高雄现在真的很多东西 都很没有质感 比如说你们记得之前的高雄灯会吗 那上面有一个设计是一个莲花灯 我看到那个莲花灯我立刻就在想 我想要讲一句话 质感在哪 质感在哪 我觉得高雄的那个一卡通 就是韩国瑜就职典礼纪念套卡 我一看到那个就职纪念典礼的套卡 我就马上也想要讲一句话 质感在哪 质感在哪 之前的那个高雄宣传的那个MV 来去高雄 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干 这是什么 越南情缘吗 我就很想跟着讲一句 来你们觉得我要讲什么 质感在哪 为什么高雄不像大港开唱一样 这么有质感 你们知道吗 因为高雄市政府不像大港开唱一样 拿人民的纳税钱 拿政府的补助 收取大量的门票 所以才能够有这么好的影音 灯光设备 音效这些硬体设施 高雄市没有 没有这样子浪费公帑 如果要做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砸钱下去就有质感了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会欠下3300亿的债务 现在大港开唱 你们好意思在高雄 这样子的说韩市长 诶 议员 越南情缘很好很有质感好不好 既然议员你这么重视质感 今天来了很多的年轻人 所以我们也请议员给年轻人多多鼓励 我刚上台之前很紧张 因为每次我紧张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小便 也想要大便 然后我刚刚就说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 拜托我跟工作人员说 可不可以让我去上一下 他就给我说不行啊 只剩20分钟马上就要开演了 你可以忍一忍 小便就好了 千万不要大便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灵魂要出窍一样 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 就要直接跑出来了 如果我现在在舞台上 直接大便表演给大家看 你们想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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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我用我的肛门 把一根筷子给夹断 我拿到三根来夹代表什么意思 我想跟大家讲团结力量大 谢谢议员对年轻人的教导 还有鼓励 对年轻人来说 真的是有如当头棒喝毛色顿开 听的我们是瞠目结舌 哑口无言 太有质感了 另外听说议员还是音乐人哦 干 讲到音乐 我只会一个技能 就是吹直笛 尤其我特别擅长 吹隔壁班女生的直笛 没有啦 我开玩笑的 男生的我也吹啦 哇 议员实在是太厉害了 听说议员还会表演魔术是吧 真的是非常令人傻眼的一段表演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表扬杰出青年 高球必行官 你知道我前几天听我们市长讲说什么 台独比美独可怕 你知道为什么台独比美独可怕吗 因为 因为韩国瑜的头皮就是得了美独才被光头的 谢谢 干你娘捷运经费都被国民党挡下来啦 如果高雄的捷运经费被国民党挡下来的话 那还真的是党的好耶 不信你听听看议员怎么说 但是高雄搭捷运就很不方便 我到现在一直都搞不懂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盖一个 这么不方便的大众交通工具 听到了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一位有为青年 好想干个好事 干你中国高雄 感谢以上得奖的三位有为青年 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最有质感的议员 来为我们总结 我等一下把你们这些高雄人 通通都干到脱缸 现在有没有人 想要被市议员干的 男生 全部给我把手放下 因为我只干女的 我不是性别歧视 真的 是因为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我会要你干我 谢谢议员 我们也祝福大港开唱完美成功 一个好的脱口秀 除了幽默轻松 诙谐之外 真的是要有质感 当然常常也会带着有一些 揶揄或讽刺 不过大家要有判断力喔 下流低俗的人身攻击 我们是不接受的 我也在加码干給我一个东西啦 高雄的看板娘是谁 白冰冰啦 靠北啊 这样绩效别人 集体霸凌一个人 我们真的觉得很不厚道 也觉得非常的心疼冰冰姐 其实我们当然可以找一些年轻的艺人 但是也没有必要去羞辱自身的艺人吧 接下来还集体霸凌韩粉 我先问一下在场有人是支持韩国瑜的吗 要不要举一下手 还真的有 你给我滚出去 有没有看到现场一阵鼓噪 用这种同侪集体的压力 来影响支持韩市长的人 让大家觉得挺韩会被虚报 让大家觉得说韩市长好会被笑 如果因为理念不同 就绩效慢骂霸凌别人 这种人我们也不要跟他做朋友 因为他本身就不懂得尊重 他也不会是好朋友 理念不同就人身攻击 这样子的人不但不厚道 也不是好人喔 你对现在市长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秃头很帅 我觉得韩国瑜啊 他就跟男人的龟头一样 韩国瑜跟龟头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首先 外表就先不用说了 第二 韩国瑜能虚能伸 龟头也是能虚能伸 对不对 然后第三 韩国瑜只要讲到政见 就很会吹 龟头也可以吹 第四点就是 韩国瑜这个 上任之后就一直在休息 就好像我的龟头一样 从两年前就开始休息 为什么高雄人要选一个 长得像和尚的人 来当你们的市长 难道你们 你们大家是想要成佛吗 还是你们觉得高雄市需要更多的灯泡 才可以获得关注 除了人身攻击之外 当然也少不了政见攻击 韩国瑜在选市长的时候 我对他提出的很多的一些东西 一些政见 我都不是很能接受 真的 我真的有人相信韩国瑜的政见吗 他的政策有哪一个真的有实行的 赛马吗 赛你娘 要吃赛啊 你吃赛 邀请议员搞清楚 政见和意见是不一样的喔 韩市长有在高雄办一场马术活动 办得很成功 但是参与的人并不是太多 所以韩市长已经很明显的感受到民意了 台湾人并不像香港人一样 台湾人对赛马可能没有这么热衷 所以韩市长该继续盖赛马场 还是体察民意之后 先暂停这样子的想法 我认为了解民意 倾听民意 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做法 不然做下去之后 就会像议员口中的高雄捷运一样 为什么有人会要盖一个这么不方便的大众交通工具 太平岛挖石油 提出这个政见的人 腦袋里面有什么 我跟你講 如果太平岛真的有石油 也早就不是我们的了好不好 伟大的议员 其实重点不是太平岛上面有什么 重点是太平岛周围的南海海域 其实是富有石油资源的 而在最早以前 南海海域的主权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十一段线 可是因为资源很多 所以每个国家都很想要有开采石油的权利 可是现在大家才会在这边争来争去 所以其实韩市长所提出来 太平岛开采石油是合理的 有时候不是人家的政见有错 是我们自己听不懂 民进党政府一直喊着要顾主权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蔡英文 可以顾一下我们南海的主权 然后盖性爱摩天轮这个我也不懂 她说什么人坐上去 然后就在上面打泡一个小时 这OK吗 我跟你讲 我五分钟就做完了 剩下五十五分钟我要干什么 我要干死你 摩天轮就摩天轮 谁说是性爱摩天轮的 人家讲的是爱情产业链 被你们这样子一扭曲 议员有病真的要看医生喔 你们有病吗 你们有病吗 你有病吗 你有病吗 你们有病吗 你们有病吗 韩市长对着一个市民说 来韩市长这边 真的不行 因为像他这样讲我会误会 我真的过去韩该怎么办 好啦我说真的我现在真的好担心喔 因为我真的现在走到哪里去 都会看到韩国瑜的新闻 我担心要是慢慢的 我开始爱上韩国瑜该怎么办 如果我开始想干韩国瑜了该怎么办 不是干狡的干 是真的想干他的干 唉 真的是很无言喔 看到这么好的市长这样被羞辱 这样被糟蹋 我们心里真的很不舍得 也要奉劝这些造口业的人 不要太恶劣 人在做天在看 总有一天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 不过其实我和议员也是有一点点共事的 你们的那个市长喔 韩国瑜就是韩市长他 等一下等一下 我觉得我还是叫他韩国瑜就好了 因为我叫韩市长 心里总是有一点不舒服 我也是都不叫他韩市长欸 因为我都叫他韩总统 我不是假掰 我是鸡掰 唉 这个我也完全同意 还有人常常会批评说我的影片很下流 让他不知道怎么教小孩 我也想要跟这些人讲 对 我真的很下流 谢谢大家 我会继续努力 这个就是我们大港开唱的质感 在下一个阶段还会有陈柏维的加入 那当然也是脏话满天飞啊 不过陈柏维没有选上高雄市议员 所以高雄人还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在这边要建议所有的家长一定要关心自己孩子所参加的活动 等一下看到的这部影片啊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们姑且不讨论家长为什么出来抗议 但是你可以看到 父母亲为了孩子是无所畏惧的 我首先要欺欺这位家长 因为是昨天傍晚 我们才决定 自动自发的出来 我不认识你们 但是我们都有一种同样的心声 我本来今天要戴口罩 但是我决定豁出去我不戴了 加油 为什么我要上来 因为为母得奖 孩子是我的命 我用命拼他们回来的 几天我的孩子 几天要被你们这样子恶搞 你们到底还有没有理性对话的能力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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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夜之间动员把我骂得体无完肤 都写领头的文字 是谁把我逼到墙角的 而你们骂出来的文字 岂是可以这样子平空捏造 挑剥里间的呢 我为孩子可以避上性命 你们在哪里呢 今天要让我今天暴露所有的身份 我把口罩都拿下来 我扩出去了 你们冲着我来 我们提你 我们提你 谢谢你们这些家长 各位年轻人 当你看到你的父母亲 为了你 为了下一代走上街头 支持韩市长 父母亲不是只是希望我们多赚一点钱 生活过好一点而已 父母亲更大的希望 是希望孩子能够做一个知书答理 有礼貌正向善良包容的好人 年轻人一起加油哦